我們看第二題 它說複數 Z1跟Z2 在複數平面上 分別表是A1兩點 就是說 在這複數平面上 這是十軸 這是虛軸 然後 A2兩點 分別是多少 這個是 Z1 這是A點 這是Z1 A2在這裡 這是A點 這是Z2 然後 它長度 分別這個是3 這是4 然後 Z1跟Z2之間的假角 這是等於三分之胎 為什麼 這可以這樣看 Z1的話 我如果把它寫成3 Z1的I Z1 這2的話 如果把它寫成 4 1 I Z2 那這樣一除 一除就多少 4分之3倍的 1 I Z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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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斤2 Z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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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2 Z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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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2 Z1 相當於是這個項量的大小 那我可以用語選定理 可以把AB算出來 就是說 Z1-Z2 Z-Z2 它的大小 代表AB的距離 那這點呢 跟它都散了 3的平方 加4的平方 減掉2乘3乘4 cos有多少呢 3就是π 這60度啦 60度是2分之1嘛 所以這個可以約掉 這邊有12 25 25-12 所以是13 所以答案是根號13 這是第一小題 第二小題的話 它們三角形 OAB的面積 OAB的面積 OAB的面積有很多種做法 不過最簡單的就是 2分之1 這是OA Z1的大小 Z2的大小 Sign多少 這個它們之間的假假 3分之π 那這2分之1 乘以3 乘以4 乘以2分之跟到3 3就是2 2約掉 所以答案是3跟到3 2分之1 3分之1 3分之1